有關森林救火 我們依據航特部依據國座中心的命令 針對本島各個地區都已經有完備了森林救火的相關規劃 包含取水地點 取水地點全島總計有28處 從北起新山水庫 南治牡丹水庫以及台東的火水湖都已經納入計畫 每次水囊我們裝載大約是5000公升 然後依據火災的目前控制的狀況 然後持續地來做集水來去執行滅火的任務 陸軍航特部受命救火任務之後派遣救災直升機 在周邊水源地完成了集水作業 到森林火災目標區投放滅火 有效協助控制森林火事 而台中彰化及苗栗等三縣市 目前採取公五庭二的限水政策 第五作戰區統籌消防車90輛以及兵力180人 支援運水作業 公兵群進水裝備車與水櫃等裝備 支援新竹台中及高雄工業區等廠區放流水進化作業 提供所需民生及工業用水 提供全體 Kolum телефон